之後我們都會擺放一段時間 給一些來看樓的客人參觀 也希望可以順便看看單位 我們要招標的形式會出售 有沒有跟單位的投稿同家 其實剛才Vivy都看過 我們在Monaco McQueen 同樣的一個高層的頂層特色戶 我們搞了之前做過是超過四萬元的 我相信我們都會用這個價錢作為一個參考 所有特色戶都是一個招標形式 我相信都是由我買家去進入這個價錢 剛才也提過 因為這兩個客人都是現口 其實都總共買了高層的單位 如果看回Monaco 或者Fran Monaco 只剩下單位是17個 差不多剩下3% 至於Monaco One 或者Monaco Marine 只剩下單位是99個 計算美蘭的都不夠10% 我相信 我相信也都近期 尤其是減難之後 剛才都說過 我們單單由3月到現在 其實到這裏應該 Monaco的系列都買了91個單位 我相信接下來 應該這個消程都會遲了 因為要見到 其實這區 我相信就越來越成熟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 所以我相信 都幾受到一些外地買家 或者新外國人士的興趣 還有中部市場的異常 所以都見到很明顯 除了一些自主的用家之外 也都有不少的投資客 如果我們四年期加上 我們佔的比例 就是三成度 但是如果看回近期 真的買了的 91個單位 我相信都會馬上一半 因為始終減難之後 我相信我對他們來說 吸引性很高 所以我唯一一個 壓過的領印費 還有樓價都回落了少少 我相信對他們來說 都會比較吸引 我都見到 其實我們每天 其實如果大家留意 就是Monaco 我們庫物片 每天都有成交期 還有他們都是選一些 就 業績比較大的單位 所以都見到 例如說 都有一些低座的單位 都平均都過了兩千萬 我相信都是反映 就是業績在內地下 實力比較高一點 都需要一些 不知的比較大的單位 通關於Pax是現在收費 就是最新的單位 我們就沒有正式收費 不過就是代理 都是聯絡一些 遊戲最低的買家 星期六 我們都會一個 一個利益 再登記的認識 先到先到 你有任何回合 都有的 因為看回市場上 我相信 我們過往都賣了 七百萬 即十幾個單位 都價錢上 我相信都給到大家的指標 還有今次加推的單位 我們都價錢上 沒有什麼調整 我相信 一房的都是四百兩萬 兩房的都是五百萬 市場上 我相信選擇都不多 我們集中很多 差不多一期 九成幾單位 都是七百萬二萬 我相信都依然很適合 一些小家庭 請問價錢 一房的比例 都談過了 今次都佔了差不多 六十萬 因為我們手頭的一房單位都賣了 難得機會 我相信很多客戶都會賣 還有投資者都會教我 留意一房單位 始終租金、匯報各方面都是理想的 所以完全就消沈理想 對我們的消沈送致 有幫助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